日前 中共人大常委會開始審議 中共18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單獨二胎政策 不過 專家指出 雖然計劃生育帶來的弊端和無法調和的矛盾 雖然中共決定在計劃生育上有所放鬆 但是 單獨二胎 這種違背人類生育規律的生育政策 還是會延續計劃生育的種種黑幕 12月23日 中共人大常委會開始審議 關於生育政策的決議草案 計劃生育新政策 允許育齡的獨生子女生育兩胎 這是中共18屆三中全會的決定 也就是中國計劃實行單獨二胎 當時官方聲稱 人口結構巨變 生育率下降 勞動力銳減 老齡化嚴重 男女比例失調等 是生育政策調整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生育率也第一四大更替水平 按照現在中國人的生育意願 就算沒有生育限制 平均一對夫婦只生1.7個孩子左右 執行30多年的中共計劃生育政策 重重黑幕 近年來不斷浮出水面 2011年 湖南省呂底市 懷孕七個月的孕婦龔啟風 被寄生伴強行帶到醫院進行營產 被營產出來的男嬰依然活著 但醫生卻將嬰兒活埋 阻止龔啟風撫養男嬰 龔啟風從此罹患精神病 在中國 因為計劃生育政策 徵收的社會撫養費也備受詬病 日前 廣州市政協委員韩志鵬發微博說 廣東省財政廳透露 去年的社會撫養費為26億1300萬元 而省寄生委在此之前公布的是14億5600萬元 兩部門同意數據相差11億 第三個發布的時候 我就在微博上提出質疑 因為廣州市上半年就徵收了3億稅務養費 一年就是6億了 廣州人口只相當廣東的十分之一 廣東怎麼可能那麼少呢 個人看26.13億還是少算 據大陸媒體報導 深圳某街道的計劃生育專幹 不到三年的時間裡 私吞社會撫養費560萬元 因打牌輸光而無力償還 由於徵收稅務養費或者強制墮胎 強制節省 引發很多暴力事件 非法關押那些超生夫婦都比較普遍 有時計算部門是按理鼓勵農民超生 然後呢就去徵收稅務養費 如果不要發票的話就少收一點 計劃生育也降低了人口素質 東躲西藏不敢去醫院檢查 這也是中國出生嬰兒缺陷率升高的一個原因 為了躲避一胎政策 大陸很多夫婦選擇服用所謂多子丸生雙胞胎 不過醫學研究表明 服用多子丸可能導致孕婦肝腎功能衰竭 胸腹水等後果 嚴重的甚至會導致節肢 休克 高血壓綜合症 早產 流產的概率也會大大增加 也容易造成胎兒畸形或腰折 新唐電視劉慧採訪報導